想来若是让杨真玉的舞者看到这一幕 估计眼珠子都会吓得掉出来 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才能够让这些妖兽这个样子呢 而他们身前则站着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虽然妖兽灵智未开 但也有动物的思考能力 夜晨这几天纵横绝兽山脉 可谓引起了不少妖兽的注意 于是这三头王者级妖兽 竟是共同联手埋伏在了一起围攻夜晨 不过这些妖兽虽然在杨真玉 都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但对于如今的夜晨而言 却也不算什么 即便三大妖兽联手 夜晨也轻松地便将他们击败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施展天妖神索 确定这神通能够收服什么层次的妖兽 下一刻 一道血红色锁链先是落在了齿魔猿身上 他暗暗运转 得自玄血心操控天妖神索的心法 锁链之上的黑色符纹 瞬间涌入了齿魔猿的尸海之中 这一次收服比收服金色龙蛇的时候 要慢得多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 夜晨才成功地收服了齿魔猿 接下来 他便将目光转向了那白色巨虎 在天妖神索之下 白色巨虎依然被夜晨成功收服 但收服白色巨虎时 夜晨隐隐已经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时间也足足花上了两个时辰 最后则是那飞雷胶 黑色符纹涌入了飞雷胶 尸海的瞬间 显然让着飞雷胶意识到了什么 他眼中雷光暴闪 剧烈地抵抗着 夜晨眉头一蹙 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 最后足足过了六个时辰 夜晨才成功地收服着飞雷胶 夜晨将白虎与赤魔猿 浅散之后 飞身一跃 坐在了此刻 已经面露宫顺之色的飞雷胶的背上 夜晨眼中浮现沉吟之色 绝授山脉之中 已经没有更强大的妖兽了 但根据收服飞雷胶的情况 夜晨可以大致推测出 自己能够收服的妖兽 最高极限 应该在还真二层天左右 这时 硕老开口道 小子 根据我的感觉 你的天妖神索 并不能简单地 按照品阶来划分 哦 夜晨文言目光一闪 说老道 这类神通 和使用者本身的实力 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的实力越强 就越能收服越强的妖兽 夜晨点了点头 实际上 他本人也是这种感觉 接着 他一拍坐下的飞雷胶 这曾经统治绝授山脉的王者 如今却成了夜晨的坐骑 发出一声龙吼后 背后双翅纵起风雷 便朝着天空之上 击舍而去 飞雷胶的顿速 本就极快 可以接近天火神鹰 而这头飞雷胶顿速 更是远超铜族 说老问道 小子 现在你要去哪里 夜晨目光微微闪烁着 突然一枚金色圆珠 竟然冲出轮回墓地 环绕在夜晨的左右 夜晨一正 这金色圆珠是曾经暗喻 顾玄家族的灭绝六岛中得来 此刻为何突然飞出来了 难道是暗示 顾玄的失踪 一直是夜晨一个心结 他想都没想便道 去这里 此刻 玄寒玉也是发现了什么 问道 这枚金色圆珠 莫非是灭绝六岛之中 那头毁灭之龙给你的 夜晨点点头道 不错 说老闻言 却是有些好奇了 夜晨为他解释了一番 当初 夜晨在暗喻之中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 习得六灭真诀 跟随顾玄前往了顾家的一处试炼之地 名为灭绝六岛 这灭绝六岛是顾家先祖为了魔力后辈所创 岛上囚禁了代表轮回六道的六种毁灭之兽 其中 在代表天人道的岛屿之上 夜晨结识了为顾家先祖囚禁其中的不灭真龙 并且达成了一个交易 那就是 不灭真龙传授夜晨六灭真诀生字篇的要领 而夜晨则在实力足够的情况下 前往一处地方 捕捉一头天生能够施展毁灭道运的奇兽 代替这不灭真龙被困阵中 原本夜晨在实力突破之后 便应该前往这里的 但一来被很多事情耽误了 二来夜晨也想要保险一点 毕竟根据那不灭真龙的描述 他看中的那头毁灭之兽 虽然实力不高 但这处地方却是颇为危险的存在 不乏那些恐怖奇兽 所以这金色圆珠的出现 应该是催促夜晨完成诺言 夜晨在拥有了如今实力之后 的确有资格前往那处名为灭兽狱的地方 另一个原因 阳真狱恐怕很难找到拥有更强实力的妖兽了 所以夜晨准备在灭兽狱之中 收服一头强大妖兽 暂且融入体内 用以施展化兽神通 还有一点 不是任何妖兽都适合用来修炼化兽神通的 妖兽自身的属性与自己的道运愈发契合 那么修炼化兽神通后 无论是对实力的提升 还是施展天收灭 万兽陨之类的神通都会事半功倍 灭兽狱之中 生存着不少拥有毁灭道运的奇兽 极为适合夜晨 若是修炼化兽神通达到第三层 兽血相合的境界 即便不是本命妖兽 将强大妖兽融入体内 亦是能够带来不小的提升 只是不能像本命妖兽那样 将自身几乎全部的实力 转嫁到主人身上而已 这飞雷骄顿速极快 那灭兽狱的路口 却是在星玄狱之中 相隔极远 即便乘坐飞雷骄 夜晨也足足花了一些时间 才赶到目的地 此刻 夜晨站在一处建立着 无数硕大石碑的荒山之上 手持那枚金色圆珠 寻找着能够破开 那处空间的入口 他目光凝重 如今他已经拥有了 破开空间的实力 但这种事绝不会出任何差错 否则 很可能出现在莫名之地的 很快 夜晨便锁定了一块石碑前方的空间 他凝视着那空间 手腕一翻 握住了煞剑 迪鹤一声 鸿蒙古法和魂体转化施展 星魂展激荡而出 星光闪动之间 空间避障直接破碎 虚无的黑暗之中 出现了一条空间通道 夜晨身形一闪 便进入了隧道之中 空间隧道内 风暴狂涌 但以夜晨现在的实力 却是无据于这等空间风暴 很快便来到了隧道的尽头 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个 闪烁着白光的出口 夜晨眼中闪现了一道喜色 很快便跃入了那道出口 一阵眩晕之后 夜晨再睁开双眼之时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处深紫色的天空 他环顾四周 眼中逐渐浮现了一抹诧异之色 此刻他正立于一处 通体淡紫色的悬崖之上 而让他感到惊讶的 不是所处的环境 而是此地 除了灵气浓度 李扬真玉还要浓郁一分外 空气之中 更是弥漫着一股莫名的神道气息 毁灭神道的气息 无时无刻沉浸在这种气息之中 对于一般舞者而言 可是很危险的 身体很容易被这气息侵入 久而久之 连舞蹈根基都会为之摧毁 但对于叶辰这种 修习毁灭神道的舞者而言 这里却是一个天堂啊 叶辰难难道 难怪叫灭兽玉 这种地方 出现天生能够施展 毁灭之力的奇兽 也不算多么奇怪的事情了 叶辰神念涌入那金色圆珠之中 确认了一下位置 便是低贺一声道 化兽神通 一道强大的妖气 自其体内涌出 雷光闪现间 一头背生双翼的蓝色蛟龙 出现在了叶辰身前 正是那飞雷蛟 如今叶辰的化兽神通 已经突破了第二重境界 来到灭兽玉之前 先行将飞雷蛟融入了体内 叶辰呈上飞雷蛟 那蛟龙双翅一动 便化作雷光 朝着不灭真龙 在圆珠之中所记载 那拥有毁灭之力的奇兽 巢巢穴前进 根据金色圆珠之中的信息看来 这奇兽是一头 类似巨大蜈蚣的怪兽 这蜈蚣生着十二对赤王 名为不灭飞蜈 与那不灭真龙一样 天生拥有使用毁灭之力 护体的神通 其实力最强大也不过是始源巅峰罢了 极少的情况下 能够突破到还真镜 对于叶辰而言 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至于不灭飞雾最大的依仗 毁灭道运更是不成问题 叶辰如今得见天地初开 再加上道古印记和四重天的毁灭道印 足以碾压不灭飞雾 不多时 叶辰便来到了一处紫色长河之前 跟随着河流前进着 一座山洞出现在了叶辰眼前 这山洞之外煞气弥漫 白骨累累 显然是某种生物的巢穴 叶辰眼中闪过了一道喜色 身形一闪便进入了山洞之中 这山洞很深 但叶辰现在的速度倒也不算什么 很快便转了一遍 但他眉头微醋 面显沉吟之色 这山洞之中空空荡荡的 丝毫不见不灭飞雾的影子 难道这不灭飞雾早已搬家了 实际上过去了这么多年 那不灭飞雾到底还是不是活着 都是一个问题 搜寻无果之后 他便出了山洞 开始在紫色长河的四周 寻找不灭飞雾所留下的踪迹 一处丛林之中 叶辰突然目光一亮 随手一挥 将茂盛的长草泯灭 只见长草之中掉落着一节断腿 昆虫的断腿 不过 这断腿却足足有近五米长 如此巨大的昆虫可不常见 叶辰眼神一亮 这断腿与蜈蚣的长足颇为相似 很有可能就是那不灭飞雾所留下的 而地上除了断腿 还有一层碧绿的鲜血 向着远处延伸着 最关键的是 这血迹很新鲜 那断腿的主人一定是刚刚受伤不久 当即 叶辰便追踪着这鲜血 朝着丛林深处而去 这血迹没关系 这次裏是沙子 这原本是在沙子银探 我是沙子银探 你还能放让这些 这次更有您的意见 叶达到你的手